你是不是常感觉到看东西 变暗变悟呢 那很有可能是 白内脏的警讯哦 其实眼科医师呢 都很不建议大家做 所谓的眼球运动 什么意思 眼科医师叫我们做的吗 你如果转得太厉害呢 其实这个内部 会造成一些拉扯 就有可能会造成 视网膜破洞或过瘾的问题 今天邀请到 大学眼科的黄雨轩医师 来告诉大家 白内脏该如何自救 从初期前照到预防治疗 一次搞懂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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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皇 你有近视吗 有 你有近视 但我同时没有看过你戴过眼镜 对我都戴眼镜 可是我视察还蛮严重的 还有散光 是 但是因为这个还算是还好的 因为我们在下班军选 做过好几次 准备要去处理近视的问题 可是我发现现在新的 有一个新的问题 而且我们今天身边呢 有朋友来献身说法 今天请到川哥 川哥来跟我们讲 看到川哥大概想说 今天要讲什么题目哦 今天美妆时尚的东西吧 美妆时尚 今天要讲眼妆这样 在台湾65岁 今天有六成以上 有白内障的困扰 就不同程度的 其实我爸爸妈妈都有 后来他们用其他的方法 各式各样的方法去处理 但我觉得 今天事情好像 在台湾好像 大家被忽视 好像有越来越严重的倾向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王宇轩医师 你好 对 来跟我们来分 来讲到底白内障是个什么样子的症状 白内障本身就是一个 年纪退化一定会发生的过程 一定会发生 一定会发生 所以很多人都会突然间听到医生讲说 我有白内障的时候就震惊说 我怎么可能会有白内障 所以你就是这样子吗 我就是之前 因为像我 因为我有羊毛 所以我眼睛比较容易过敏敏感 那我已经长期有这个 知道眼睛容易敏感 跟容易有状况的心理准备 但是我的症状比较特别是 因为我会一直睫膜眼 我会反复反复反复发作 反复反复的发作 然后一开始只是睫膜眼 慢慢的因为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 然后开始胃光 然后开始眼睛会痒啊 会痛啊 然后某一次也因为同样的症状去看了眼科 但这一次我看的不是我平常熟悉的眼科 我换了一家看 换了一家看 他竟然检查完 看着我说 那你这个就是有点过敏 还有就是你有点轻微的白内障 你要开始注意咯 你知道我听到白内障三个字 晴天霹雳 晴天霹雳 我那根神经就断掉了 想说 那不是老人吗 你有上街去跑吗 你知道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情走出那个诊间 还想说白内障 白内障 我不过才四十几岁就有白内障 这怎么会这样子 我完全不能接受耶 对啊 医师像是川哥他还那么年轻 现在是越年轻就已经有可能 会有白内障的状态 没有我不能接受 对所以其实呢 像我们其实也常常碰到这样的状态 或许他可能才三四十岁 还蛮年轻的 但是他看起来有一点点很轻度的变化 那这时候我们也不会说突然就跟你讲说 你有白内障 我会跟你说 你可能要稍微开始注意一下 眼睛的保养 有点提早退化的感觉 俗话的一组 对 因为这个其实每个人慢慢都会变化的 也不用太紧张 那只要视力还维持在不错的状况 是没有关系的 那第二个就是本身如果有些人 其实现在在台湾是近视王国 所以很多人都有高度近视 对 或者说视差的问题 那高度近视本身 就会造成年轻型的白内障 为什么 年轻型的白内障 对 可能三十几岁 甚至二十几岁就发生 这是有可能的 年轻型的白内障跟 所谓老化的白内障差别的呢 年纪的差别而已 对 一个是年纪的差别 一个是他的白内障的形态 就他长的形态 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哦 对 那一旦白内障就不可逆了吗 所以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因为白内障就像是我们蛋白的蛋清 蛋清它是一种蛋白质嘛 煮熟之后就变不透明了 所以你要把一个不透明荷包蛋 变回原本的透明状况 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 所以我们的水晶体 其实也是一种蛋白质 它在年纪的过程中 受到紫外线的影响 年纪的影响 变性 变成不透明之后 就很难再变回 天呐 所以年纪 然后高度近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系统性 全身性的疾伴性疾病 像譬如说糖尿病是最常见的 所以血糖没有控制好 就很容易造成突然间的白颜障恶化 可能短暖两三个月之内 一下子视力变很差 最后就要小心是不是糖尿病造成的影响 对 所以正常请我指教 因为一般的人 我觉得可能就觉得 他们有意识到 可能是说 他觉得说变暗了 对 像我妈妈的时候讲说 他看东西变暗 然后开始配眼镜 他怎么配都不对 对 所以后来诊断出来才是这样子 是 那到底一般平常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有警觉呢 对 我们白天上的症状呢 其实有蛮多种 这边有列出八个项目 那像一般来讲最常见就是刚刚讲到 有视力模糊 或是看东西变暗 对 所以我们其实会给大家一个建议是说 你可以找一个 因为你不见得常会去量视力 但是你可以找一个家里面 你很习惯看的东西 譬如说 电视上的跑马的那个比较小字 或者是 挂在墙上的月曆或是日曆或时钟 有比较小字 你就每天看着它 你如果觉得 这个小字我看得到 那大概差不多 如果有慢慢觉得看不太清楚 那这个就要注意 所以像这些症状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一些 因为像我老实讲 现在营幕里的 那八个小圈下面的字 我一个字都看不到 再来看还有视力模糊 看东西有蝶影 味光 对 这些我都有 老花消失掉 看近了变清楚 这个怎么会是 听起来不错 对 这就是刚刚提到的 像 年轻性的这种白内障 也有可能类似像这样 它就 在短时间之内 譬如说一两个月甚至 或者是半年之内 度数可能突然间就暴增 三四百度以上 比我本来没有近视的人变成五六百度的近视 所以我本来是 七八百度的人变成一千五百度的近视 都有可能 那这个度数快速变化 就是白内障的水晶体 在变化的时候 所造成的影响 但是在老人家 它就因为这个近视的产生 它反而以前近的看不到 因为现在有近视了 就变成看清楚 它就会很开心 老花好像不见了 那它没有注意到 它远的其实看不到了 所以它实际上是度数增加了 所以造成有这样的错觉 以为自己好像回春 但实际上其实是更糟的状况 天哪 不过当然医师你有告诉我们 怎么自我评估跟检测 那真的如果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 白内障的初期的一些症状 我们能不能有一些简单的方法 可以至少让整个病程可以延缓 或不要恶化的太快 延缓的方式呢 目前大概只有三个方式 我们会建议大家去使用 三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白内障是有药物可以使用 它只能够延缓恶化 它不能让它逆转 你说像我这样子 就是可能轻微的 轻微的 就可以开始考虑使用点药物 让它变得慢一点 点的吗 点的药水 所以有一个药物是可以使用的 就是大家可以考虑的 那第二个是大家也非常容易忽略掉 但是非常有效的 就是要做户外的防晒 抗UV的那些 抗UV的也可以 也可以 像有一些工作的护目镜 它是有抗UV效果的 但是它是透明的 所以这个是可以的 OK 但是因为太阳光的蓝光 其实远比我们这些3C产品蓝光 强百倍到千倍以上 所以大家现在会很在意说 我一四尾巴在室内在抗蓝光眼镜 对对对对对 但他们就忘了 其实太阳光蓝光更强 到外面更强 其实我觉得明川老师 可能有另外一个职业伤害 因为在摄影棚 摄影棚 对 而且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前面的光越来越强 因为我们要让自己的肌肤看起来 状况越来越好 OK 那这样他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眼部的那个 眼部操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什么 眼睛上下左右一直转一转 可以比较灵活 对其实眼科医师呢 都很不建议大家做所谓的眼球运动 什么意思 眼科医师叫我们做的吗 因为眼睛的运动呢 实际上我们要放松的是眼睛内部的肌肉 那内部的肌肉呢 没有办法透过这种旋转 来达到放松的效果 最有效的就是看远处 真的假的 对 可是我们每天都在这样子动一动 转一转 然后偶尔可能在工作的时候 遇到一些讨厌的人 你要翻个白眼之类的 我都以为是在 让他有活化的感觉 稍微轻轻的动一动是没有关系 但是呢 因为眼球内部呢 是有一些浑浊的东西在漂浮的 有个玻璃体在内部 所以你如果转的太厉害呢 其实这个内部会造成一些拉扯 就有可能会造成 视网膜破洞或玻璃的问题 所以一般自然的转眼睛 没有关系 但是不用说刻意的 很大力的 一直去转眼睛 那外部的那些什么热敷啊 或者是那个 现在不是有很多 戴上 蒸汽眼罩 对 按摩的 那个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就是蒸汽眼罩呢 热敷眼罩 其实对眼睛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 所以我都会建议各位 可以去考虑用热敷眼罩 而且它也方便 随时有空 空档都可以戴一下 所以热敷是有帮助的 那眼睛四周的这些穴道呢 其实也都是可以做一些按摩 没有关系 因为只要不要按到眼球本身 就没有关系 眼睛周边的按摩 没有关系的 是 那热敷眼罩非常好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使用 OK 可是因为刚刚医生形容说 就我们水晶体就是想蛋清嘛 对 对 我们要放到几分熟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 哈哈 要全熟吗 我都吃半熟 过去的老人家都会有这个问题 要全熟啊 对 医生我这到底熟了没 好像说熟了才能开那种感觉 但这其实是古早的观念 过去的观念 因为以前的手术方式是要 一个很大的伤口 把整个白眼障挖出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确实是要熟了才能开 但是已经早就进化成 现在新的微创伤口手术很多年了 十几二十年了 所以现在手术方式呢 除了看白眼障的严重度之外 另外更重要是要看你对视力的影响 对视力的影响 对 所以白眼障如果已经对视力造成很显著的影响 造成你视力可能在0.6以下的话 那其实就差不多应该要考虑做动手术了 如果真的拖到说完全都看不到 变成0.1那时候才想动手术 通常就已经为时已晚 是说如果到0.1才动手术 它能够恢复到比较好的视力也不多了 是这意思吗 应该是说到那个阶段动手术的话 通常白眼障已经过度成熟了 那过度成熟它出现一些手术中的 病发症或问题的几率就高很多 所以比较危险 风险比较高 通常大概是5到6分手 视力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 那怎么知道它熟到什么程度 所以就要去做一个视力检查 身边唯一有动过白内障手术就是我妈 那当时就是我妈在评估要做手术之前 就像刚刚医生说的 她其实是撑很久才去动手术 撑很久 一定是一个手术大家都会有点担心 因为老一辈很多故事讲到说 动眼睛手术后来失眠的 家族面就有啊 就动白内障手术然后就失眠的 所以就是以前的老一辈的 就很害怕动白内障手术 是是是没错没错 因为过去的就刚刚讲过去的伤口很大 所以比较容易有一些状况产生 但是现在的手术方式 其实进化非常多了 因为现在有一些 比较更进一步要做 非秒白内障的雷射手术 它就是有点像是用打瘟机 这个我在网路上 我有没有洗到这几个字 什么意思 有洗到欸 有皮秒的那种皮肤雷射 有非秒的眼睛 对 我觉得没错 非秒白内障的雷射 对 它是微创手术之外 它有大概一半以上的步骤 都是用电脑自动的去帮你把它做完的 OK 它有电脑的雷射精准定位 然后帮你做一些 预先的切割处理等等的 所以它可以大幅的降低 我们整个手术的风险 那也可以让你手术后的恢复期 缩短很多 会不会比较快 对啊 所以像提到说 现在很多老人家 他真的是有点拖到太熟了 过度熟了才来想要做手术 那这个时候 为了让老人家可以有 比较安全的整个手术的过程跟体验 那我们通常会建议说 可以考虑用这种比较先进的手术方式 一方面老人家过程中也比较舒服 那说恢复也快 照顾起来也比较方便 对啊这就是对老人家 就比较新型的美食 很大的一个帮助 不过医师其实 既然都要去做手术了嘛 就是要挑选水晶体 但是呢 他挑选的时候也是一门学问 究竟我该选自费还是健保的 水晶体呢其实现在很多种 所以去诊所去一问之下 可能一下就乱了 都搞不清楚 而且价钱差很多 对 差很多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 大约简单的分个类 就是首先我们都会先问一下患者 对于手术后的期待是什么 你是希望说手术后就可以完全不用戴眼镜了 以前连老花眼镜什么都不要戴了 还是说 就像有些人他可能觉得戴眼镜有安全感 我希望还是可以戴着一副眼镜 那我们就可以去帮他做一个挑选 所以一般来讲呢 我们会建议说如果你手术后是 完全不想戴眼镜的话 你可以考虑用功能比较多 比较完整的水晶体 像是所谓的三焦点的 或者是延伸焦段 可以看一段范围的水晶体 那这个都可以让你手术后可以 完全不用或甚至是几乎不用戴眼镜 那有些人他如果是希望说眼镜对他来讲 是比较方便的选择 那就可以考虑用单焦点的 或者是健保的水晶体 他就有最基本的功能 可以帮你矫正近视 但是他没办法矫正闪光跟老花 后来好像我妈就是选一般健保的 是因为她想要追家去割双眼皮 她就说你看我眼睛都看清楚 那眼皮会有点点遮住 我看不清楚 再割个双眼皮不就完整了吗 我心里想说 这个配套听起来好像 好像我看到很多长辈 尤其女性 她的配套都是这样 是 做完白内障之后 然后眼袋 眼袋 眼袋 雙眼皮 然后皮肤的斑点打一打 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只是换健保的 像我身边有些说 配合做不够用不好用 他可以取出来再换新的吗 可以做第二次的手术吗 通常水晶体它本身是可以用一辈子的 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状况 或是像刚刚您提到说 不符合需求的话 一般是不太需要做更换 但是如果像真的有这种 放了之后觉得 不是她自己想象中的样子 反悔了 想要做更换是可以的 但是要尽早去做这件事情 一般来讲大概差不多三个月以内 去做更换是比较安全的 三个月以内 因为我们这个水晶体是 人工水晶体是放在 是放在一个天然的水晶体的薄膜袋子里面 那这个袋子时间久了 就会跟水晶体整个会融合 黏在一起 所以就没有办法再把它分开了 我以为随时可以再换 就没有办法 后面就可能要靠眼镜来帮忙 因为就是因为我妈可能就是 因为我可能是今天才知道这些 这些差别 如果我提早知道我就会 钱花到刀口上 双眼皮又不重要 对不对 到底差多少钱啊 目前其实这个价钱在 卫福部都有公订的一个 价格范围 所以大家都可以查到 它的价格是落在大约三万到十二万 我记得有到十几万 三万到十二万之间这个范围 要看哪一种类型 它不同功能的区别 所以因此 因为我妈是做雷射加健保 所谓这种叫做单焦点 是 它做完之后 它本来一开始就觉得说 哇 我有一个全新的人生 我的 呀呀呀 每天都很开心说 每次我们在干嘛 我说啊妈 你怎么不戴眼镜 我看得到 那个怎么样 没关系 我看得很清楚 但不到两个月 我有一天 看她默默的又戴上她的老花眼镜 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 为什么你又开始戴眼镜 你不就是当初 我当然心里有点不耐 我的不耐来自于 因为前面为了要动手术跟 这个白内障事情 其实已经来来回回快一年的时间 我想说你花了一年的心力 花了一年的考虑 动完手术之后 怎么又戴眼镜了 然后又开始买这支买那支买这支的 所以是因为她是因为单焦点 所以她导致于她还是得戴眼镜吗 对对对 没有错 因为像这种状况在我们一般手术病人 蛮常见的 因为她开刀前可能已经整个人生是黑白的 很暗淡无光的 所以她一开完刀就觉得 哇这个很明显的进步 完全什么都看得到了 你知道我妈好久没化妆了 开完刀之后又开始化妆了 马上开始化妆 对但实际上最后的功能还是要回归她 她选择是哪一种类型的水晶体 因为原本的 不管是健保的或者是单焦点 她就真的是需要戴老花眼镜的 所以需要戴老花眼镜 对所以老花眼镜是需要 但是远的应该是不用 远的没有问题 对所以像 但如果您妈妈的选择其实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她本身白胆这样严重的话 选择用比较安全的手术方式 来搭配一个比较基本功能的水晶体 可以符合她日常的需求的 这个是完全不问题的 所以也不是说 越贵越好 不是越贵越好 也不是越贵越好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好险我没花到12块 我可能会白花 也不见得啊 我说有可能啊 可能就少花一些眼镜的钱 眼镜的钱 眼镜加加也是不少钱 不过医师 刚刚川哥有说她妈妈做的是单焦点的嘛 那我很好奇的是 像是盐焦跟三焦又个别是适合哪一些的病友来使用呢 了解 因为延伸焦段跟三焦点 其他都可以达到不太需要戴眼镜的功能 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两个东西很类似啊 那要怎么选择 那我们的建议是这样 第一个三焦点它会需要整个眼睛条件都是非常健康的 眼睛条件很健康 适合用三焦点水晶体 但你毕竟老人家都有点退化 所以你眼睛如果稍微差一点呢 其实用延伸焦段 有可能会带来更好的效果 所以这第一个就是它的 适用族群有点不太一样 第二个是三焦点水晶体 它一定会有一些炫光的可能性 就是我们看灯泡的周边会有一些小光圈 光晕 对就是它本身光学原理设计的关系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光晕的现象 那这个对某些职业驾驶 或是有夜间开车需求的人来讲 可能会是个困扰 那反过来说延伸焦段水晶体 有一些它就是完全不会有这种光晕现象的 所以它如果希望少带眼镜 但是又有很大的开车需求的人 那反而就可以使用延伸焦段 那它有点像是我们自然的那种 可以前后延伸调节那种功能的感觉 所以用起来感觉也满自然的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单焦点是经典款 延焦点是百搭 三焦点量身定制 这个固解下来太赞了 对 没错 今天这些资讯应该很有用 身边有一些长辈都有需要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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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ker 灵魂